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美方遵守与台湾关系法 将为台湾防卫提供支持 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原则 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 主张推动构建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美方应通中方相向而行 妥善管控分歧 推进互利合作 避免误解误判 推动中美关系重返 健康 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发展 符合双方利益 也是世界各国期待 我们希望美方真正本着相互尊重精神 同中方相向而行 为维护世界稳定和发展 发挥负责任的作用 新冠病毒仍在持续变异 全球疫情仍处于流行态势 中国国内新发疫情也不断出现 防控形势仍然严峻 必须保持战略定力 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中方将坚定不移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 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按照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最大程度的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方出台这些进一步的措施 是为了防控更加科学精准 绝不是放松疫情防控 甚至放开躺平 这些防控政策措施的优化调整 是基于病毒变异的特点 既是科学的 更是必要的 是基于病毒变异的特点